大家好 我是黑妹 现在我们在 就是几个岔路口 不知道怎么走了 车上就留我喝咖啡了 咖啡也在那里找黑丸 如果我们往大货车那边走的话 就是往乌鲁木齐那个方向 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就是合径 那个方向 黑丸拿着地图去问一下 那边有那种检查站吧 还是问警察 来了 看一下 因为导航的话说那条路是没通的 导航让我们走这下面这一条 我们刚刚从那边过来的 如果走那边一条的话就要稍微近 好像一百公里还是几百公里 我没看地图 黑丸跑去问了回来了 警察大哥怎么说的 警察大哥 他说去不了那条路吗 嗯 他说上面还是冰打板 这样我们我们现在在这里嘛 他说到这里之后走这个省道 到托克逊上高速就能到乌鲁木齐了 哦 但是省道我们这个车能走不 应该是能走 你看这些大货车都是这样来的嘛 他说这一条路是 这里还有冰 那肯定去不了 没有通 那个地图上面都显示带通嘛 这里写的 对啊 那我们看一下 往哪边走 再研究一下来看 啊 我们终于找到停车的地方了 内灿了 这里 开了可能200公里的无人区 这真的是 你把地图拿过来 看一下 我们是走的 那个警察大哥给我们说的那一条 那一条 省道 现在我看我们在 什么地方 可以翻过来 现在我们在 阿乐慧 在阿乐慧 从巴伦台 到阿乐慧 还有这个从 拉扎木这样一过来 基本上300公里 都很少有人家 有的时候有他们那种放木的 看我们今天开了将近10个小时 而且加油站也没搞吧 开了10个小时 从那那提 开到了 这里 阿乐慧 这个都这么长 其实路程没有开多远 刚刚我导航看了一下就开了400多公里 但是时间开了将近10个小时 因为全部都是 国道嘛 还有县道 省道 省道和国道 因为山路就不怎么好走了 找到地方我们去看一下 吃点什么吧 这里 肚子也饿了 要去吃东西了 这一个小镇我们逛了一下 打包了一点东西回去 自己在车上去吃吧 黑妹说的是到车上去讨好喝酒 在外面喝他感觉 有陌生人看着他感觉不好意思 行那咱就到车上去喝呗 我们来新疆两个月 大牌鸡吃了几次 这个焦麻鸡还是第一次吃 结果我跑到厨房里面去看 他这个焦麻鸡就有一点像我们重庆那边的 首饰鸡的凉菜 他这东西本来就是 熟的 熟的 就是一个一个的那种 炉好的鸡 我是要的半个嘛 他一个75 半个是40 因为多了就吃不完 放在冰箱里面肯定没新鲜的好吃 看嘛就是等于首饰鸡嘛 我看见他手在那里 撕了给你半点调料 就是这么回事 那个 那个鸡吃的那个大牌鸡 就是拿那个香料拿来红烧的 就像那种 那个是热的 这个是冷的 焦麻鸡是冷的 凉菜 这个都在这里 这个是对凉品 汤汤 这么大一包 好饿哩 这筷子 一只长一只短 上一次小东西整了啥的 他要喝啤酒 是 我要喝啤的 你给我开 我要喝白的 你喝白的 啊 白的 喝了过瘾一点 啤酒脏肚子的 不是特别热的话 我不是太要喝啤酒 它们这边的这种 焦麻鸡 我们那边手撕机是有颜色的 嗯 凉拌的 生洋葱 白的那种是吧 它这个不是白的 是红的洋葱 那有点葱 生洋葱和生的辣椒 我尝一口来看 来了两个月了 没有尝过这焦麻鸡 再吞口水 嗯 味道怎么样 它也感觉有点麻了 可以 关于是我们本来就吃 吃花椒嘛 就吃的比较麻 感觉这味道 嗯 好麻啊 还不错 麻挺好我们的口味的 走一个朋友们 哇 太舒服了 这边凉皮也是 吃了好几次 上一次我们在服务区 买的买的那凉皮就不好吃 15块 可能这个好吃 他这种 街上的肯定比服务区的好吃点 对我这东西都懂 朋友们 随便哪个地方 这不是 说说什么坏话 每个地方服务区的那 特色美食 绝对没有那街上的好吃 嗯 哎 主要应该还是饿了 这个焦麻鸡还没吃得完呢 还要把它整来放在冰箱里面 给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 噔噔噔噔噔噔 这喝一瓶有什么酱很凉我 闭着眼睛喝水 当喝水的话喝个三瓶五瓶 这个 咱家小咖啡你也是 我过家了吗 我们重庆话说的是我过家 要吧 一碗狗粮都吃不完了 嗯 他说你们吃 椒麻鸡 我吃牛肉 好想吃你们的椒麻鸡 他还剩了一点吃不完算了 自己睡 哎呀 这白天我们开 黑妹开车 我坐在副驾驶 他都一直没有睡觉 耽搁了口水 睡吧 我们也睡了 明天继续往家赶